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他的一些方法跟配方来说去养殖之后呢 他的虾的味道怎么样 然后我们看他有什么东西可以搞进的地方 然后我们顺便看一下 检查一下他的养殖成果是怎么样 OK OK 我们进来看一下 看得到了吗 你看 这些虾非常的健康 浮在这里水面了 OK 是非常大只的 我放手下去看 看得到了吗 你看 有这样大只了 估计呢 现在他的 他的重量是在于 大概是一公斤多少只 60 有60了 60多只啊 好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 把虾捞出来 接下来 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怎么吃这个虾 OK 好 嘿 老师 经历了这几个月的挑战之后啊 我想问一下你 你养殖的一些 心得跟成绩 像首先呢 大家都很关心说 都毕竟有很多的证明说 RNS养殖来说 并不是这样理想啊 什么这样子 是吧 很多 流言费 好 今天来说 你自己养蝦方面 至于FCR 就是换肉绿 你说的 是多少啊 我的FCR 我们现在继续到暂时 我们今天有出销了 我们的FCR是0.8 1%都不到 0.8 所以意思是说 你用0.8公斤的 鲜料 你就产生了1公斤的 这个FCR 这样是0.8公斤的 因为全部都在掌握之中 多 胃料也方便 OK FCR 会达到0.8公斤的时候 正常的时候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说 在这个养殖过程中 我就会帮你注入了 Biofrox的技术 进去这个 RNS系统里面 来去配合 一起去养 这样子这个Biofrox 产生的 这个在 建设的过程中 还会产生一些Frox 就是所谓的续环 这样就变成了一个 变相的一个 额外的食物给予那些虾 变成了虾 可以即时的在水里面 可以达到这些食物 同时在配合上 我们饰养的那个 饰量 这样子的话 它就可以增长得非常的快 所以说才可以达到 0.8 对吗 对 好 然后呢 你在养殖过程中 的死亡率到底是多什么 以现在目前为止 我们是 91% 我们存活率 存活率91% 存活率91% 那 大致上是每天只是死一两只 一两个 有时看到一只 有时 跳出来也一只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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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属于一种意外性质的死亡 对吗 并不是病的死亡 是 之前你们 你刚拿这个 这一批箱 进来的时候 第二天就马上发现了 就有病 第二第三天 第二第三天就马上发现了 就马上 即时就发现到有病了 然后呢 按照我的那个 配方 方法 去治疗之后呢 一直到现在 存活了80多人 都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死亡呢 并不是因为病 而是 就是说 他是 在患客过程中啊 打架啊 而使得这些 这些 叫做意外 所以说 基本上这种 91%的那个成绩 我可以跟你说 非常好 恭喜 真的是很恭喜 OK 好 那 这样子来说 你觉得 养蝦困难 养蝦困不困难啊 OK 一开始 首先我是 一个完全没有养过蝦的人 还没有放蝦毛之前 当然是担心 很多东西 担心 哈换客 多不多啊 养子那么多啊 其实养下去呢 跟着你的计划就好 并发现没有这样困难 最重要就是RX 它控制到水了 这一方面就不用担心什么了 接下来就是讲 你怎样去照顾蝦 跟着配方走啊 其实觉得蛮简单的 也没有想象中这样困难 没有这样恐怖 对对对对 只要把水质弄好 冰害控制好 吃得好 基本上 结果就是好 这样 听说你的结果好像是 现在 都算八十几天 八十一天 八十一天 但是你已经可以达到 大概是 六十多尾 六十多尾 一公斤对吗 这样子的话呢 比起传统的一个养殖模式来说 哎 成绩很好的 嗯 因为大多数大概是 呃 九十天 你才可以拿到七八十五的这个 这个结果 对吧 这样子可以说你现在的养殖速度 都比传统的方法 有时候一般 来的更加快 更加有效益 对吧 对 非常好 这样 呃 我们也有看一些书 然后从书那边拿出 呃 养土塘 土塘养蝦的那些 呃 size 确实我们现在比较回去 我们大概是 大 快大 我讲它的长度啊 快大一个四十多percent 嗯 ok 所以说 看起来更加愉悦 现在有很多人 呃 说到阿瑞翔子的蝦 嗯 就是说 呃 蝦壳会比较薄啊 比较轻啊 但是你对市场的买卖的时候 没有什么好处啊 这样的话 实际上是怎么样啊 我觉得那些 讲薄了应该是 他们的盖 盖米加不够 嗯 当你补起来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我们现在的蝦的那个 重量有在 可也是 不会软 也是蛮 蛮 蛮 ok 这样子来说 嗯 你吃过那个蝦吗 吃过 那 我们要try ok 那 感觉怎么样啊 我 我 就是拿出来跟我那个partner 一起吃的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什么东西都没有放 煮熟了 放下去就鲜甜了 哦 吃下去鲜甜 然后又Q彈了 哇 觉得很不错了 自己也很开心 这样子这个蝦的价值 应该可以看到 哈哈哈哈 喜欢 真的是 我没有吹水 等一下我们试了才知道 ok ok 现在呢 Andrew呢 马上现场捞一只 生的给我 我来吃一个sashimi 看一下那个感觉如何 哇 好大只啊 哇 好大只啊 走 我们去熟吧 好 现在呢 我生生的概念 拿着蝦呢 我先去掉这个 长线 因为毕竟 先把头切掉 对不起啊 ok 好 你的刀不够力啊 哈哈 啊 没关系吧 我割成吗 我把刀割掉下去 够硬吗 够硬 够硬 非常标准 那个新鲜的壳啊 新鲜的虾啊 他的壳 他的壳都是粘着肉的 ok 然后把它切开 啊 你看 晶莹剔透 而且有Q弹Q弹的感觉 在切的 在开刀下去的过程中 就感觉到 那个肉是脆的 好 好啦 我先吃这一段吧 我先洗一下 我先洗一下 ok 好 哇 那个Q弹不用说 那甜度啊 慢慢在后面嚼的时候 越来越鲜 现在整个口啊 都是 虾的一个鲜味 而且 那种甜是很自然的虾甜味 超级的正 ok 这个就是RX的 呃 产品 所以说呢 在RX箱子里面呢 呃 它的优点是 我们当可以把尽量控制的非常 呃 低的时候呢 就达到那个 刺身的标准的话 其实这些虾完全是可以拿来做刺身的 ok 好 我就再继续吃 不要浪费了 好 虾呢 已经捞了 现在已经拿来这附近的餐馆 直接呢 拿来去 让他们 白桌 来去吃 现在我 为大家试一下 看是不是真的很好吃 嗯 哇 真的是超级鲜甜 这个 真的是超级超级鲜甜 好 肉Q糖 非常Q糖 鲜甜 然后 现在又弄低列道 吃了 这里餐馆推荐的做法 哇 配合了这个 泰国的酱要一起炒 很特殊味道 怎样也好呢 那个虾的那个味道 那个甜味 就是占在第一味 还有那个口感 非常非常的好 ok 好 就这样子了 我就 继续吃了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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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